好 咱们回家上节课讲的内容啊 上节课讲的日期函数是吧 你可以通过一个字符串得到一串日期 呃 一个一个日期类型的变量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日期类型的变量 得到它是平年润年 是它的年份 它的时间 它的这个日期 它是星期几 对吧 这样的东西 还有还有一个这个特殊的函数是取鱼函数 MOD MOD 对吧 取鱼数 那么这次咱们讲什么呢 讲这个lookup函数 所谓lookup函数就是查找 对吧 哎 我 我 我知道一个这个人比较有名 我可以看看它的博客 哎 我知道一个这个这个学校比较有名 我可以看看它有什么这个培训项目 是吧 我知道一个这个这个这个网站比较有名 我可以上去看一看 那么这就是查找 比如说我这块有这么一个表 第一项呢是编号 第二项呢是零件名称 第三项呢是单价 那么我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我要实现的是我把这单 编号在这一输入 一输入之后呢 这个零件名称啊 就自动取过来 然后呢这个单价呢 也自动取过来 然后呢再把这个数量乘以单价得到小记的值 就是总和呀 求他们俩的成绩 那怎么做呢 咱们可以使用这样的公式 什么公式呢 大家注意这属于找东西对吧 一看就是查找和引用 这是一个放大镜 哎 查找和引用 查找引用选用什么函数呢 选用lookup lookup 分成这样这样的 就是 首先是lookup 是吧 lookup是查找 查找 他还分成两种 一种是vlookup 是横 横方面的查找 一种是hlookup 是 纵 纵方面的查找 裂方面的查找 vlookup 也就是vertical 对吧 vertical 而h呢 和horrorism 水平方向 v vlookup 咱们用vlookup 一般来讲 大家都用vlookup 他有这样四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 带查找的值 对吧 带查找的值 那首先肯定就是 这个单元格的值了 table array table array 就是这个查找范围 我在这个范围里进行查找 对吧 然后呢 这个call number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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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的这个代码 2 对吧 查找范围 查找范围啊 它有两种 一种是精确匹配 一种是模糊匹配 那么精确匹配 和模糊匹配 有什么区别啊 那显然有区别 是吧 显然有区别 这个精确匹配 就是还记得 那个通配符吗 这个 在单元格 那个右键之后 一个 一个单元格 右键 它这块有这么一个 这个查找的时候啊 在这普通的查找的时候 它这个 有一个选项 选项里面 有一个单元格匹配 对吧 单元格匹配 如果是我查 1的话 那么如果单元格匹配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18是查不出来的 但是如果是单元格不匹配的话 那么18是可以查出来了 对吧 这 这就是这个 是否模糊 这个 这个意义 这等于什么呢 VLUKUP VLUKUP 比如说咱们查找一下吧 VLUKUP 四个单数 第一个 这个VLUKUP 第二个呢 是Table array Table array是什么呢 是这个范围 好 第三个呢 是列名 是第一列 是第二列 是第三列 比如说第一列 好 然后回车 你可以看到 是第一列 对吧 那么当然我不找第一列 找第二列 HERB还有一个RUNGE LUKUP RUNGE LUKUP 咱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其他函数里面 RUNGE LUKUP 在这个 在这个公式里面的其他函数 VLUKUP VLUKUP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参数 它参数第四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Table array force 是Table array 就是Force呢 是这个 这个 大致匹配 处呢 就是精确匹配 那么那么我 我可以 我可以看一下 对吧 如果我给写成Force 我强制写成Force Force Force之后啊 我这块不是Y101了 我是101了 101它能查着吗 不能查着 如果这块是处呢 也不能查着 也就是说 这个无论如何都不能查着 那么那么这个 这个是什么作用呢 Y101 那么如果是我不用A10了 我我直接是用用这个长 这个自不串长量 Y101 哎 这是没问题的 如果我用的是外星呢 啊 这就是模糊查询了 这也查不出来 是处查不出来 如果是Force呢 Force能查出来 所以说这个Force和处 他就是看他是否支持这个模糊查询 对吧 假如说我我就是星人101或者问号101 实际这个101 回车 这样能查出来对吧 问号问号是代表一个 一个通败符里面一个字符 而星号呢 是代表这个多个是零个到若干个字符 所以所以这个可以能可以查出来 当然这块要的是名称对吧 要的是名称 我把这个第一个参数啊 改回到A10 第二 这个名称呢 是第二个参数 回车 然后向后移动一下 移动一下 可能会出问题 还不直接写 等于Vlookup 其实不应该怕出问题 是吧 只有出了问题 咱们才能解决问题 来向后移动一下 这个也就是说B10 这个范围变了 对吧 我其实不是要B10 而是要B9 那有时候这块应该是绝对引用一下 对吧 这块A10这个位置 A10这个位置绝对引用一下 F4绝对引用一下 F4 F4 好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呢 Vlookup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后边这个也出了问题 所以说他呢 后边还是应该绝对引用一下 这两个都应该绝对引用 如果都绝对引用 引用了之后 他这个就不往后挪了 那么这个A是不引用的 A是不引用的 好 咱们看一下哪错了 这个A3到A6 这个没问题 这个应该第三列 是吧 这个是B10 这个B10不对 这个B10应该是 这个10是 10是定的 这现在就是10是定的 10是定的 B往后挪 哎 这不对 这个是A A A A不动 A也不动 大家注意 这A要动了 这要就往后挪了一个 对吧 哎 这样呢 咱两个都定住 取的是 第三列 这样就对了 取的是第三列 这个取的是第三列 对吧 第三列 好 这个就对了 然后呢 这个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的值 C10的值 乘以一个D10的值 这样就可以了 540 对吧 这是最基本的 包括这个 咱们回忆一下 这个这个 Tru of Force啊 还有通配服务啊 是这样 怎么用的 那么咱们看这么一个东西 这块呢 有两个表 一个是这个 这个 基本信息表 还有一个呢 是部门代码表 然后底下呢 是这个 有一个员工简历表 这么一个简历表 那么咱们要通过 它这个公号 通过公号 来找到 它相应的一些值 比如说这个 部门代码啊 等等等等 那么怎么找呢 首先如果通过公号 找到 它的这个 工作部门代码 那么怎么找 首先 肯定是在这个位置 对吧 还是用 Vloo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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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的值 找的值是谁呢 找的这个 根据B18来变的 对吧 然后呢 找的范围 是这个范围 找的范围 是这个范围 这找的是工 这个工作部门代码 也就是第二列 对吧 第一列第二列嘛 BJ列 好 然后呢 一回撤 找到了 A21 A21是B 是A2 对吧 假如我这块改一下呢 改成A25呢 A25呢 A25是B2 那么这个不对了 是吧 A25是B2 这不对 为什么会不对呢 A5到 A5到D14 这个范围没错 B18这也没错 找的第二列也没错 A25 A25是B2 应该 他答案是第一 为什么会是第一呢 为什么呢 这个 这个 我把025 我看一下其他 对不对呢 比如说改成022 022 对 是C 是C1 对吧 但是他025 为什么不对呢 为什么是第一呢 那么咱们从公式本身想办法 他 首先他默认是处 对吧 第四个参数默认是处 我让他Force精确匹配 精确匹配之后 这回对了 025 是B2 所以对应了B2 对吧 稍微大一点 咱们看不清楚 然后继续向下填表 工作部门名称 所谓工作部门名称 也就是 这个 大家注意 首先要找到工作部门代码 对吧 工作部门代码找到了 找到了之后呢 然后再到这个表里面 去找工作部门名称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 我要现在查的信息 还是Vlookup Vlookup Vlookup 然后我要查的是谁呢 我要查的是这个 这个值 E18这个值 然后他要在哪查呢 在这个 在这个范围里面查 对吧 然后下一个参数呢 是查第二列 一列两列 第二列嘛 对吧 然后查一下 查一下是燕国 是吧 第一个人 是25号 这个工作代码 是B2 对吧 25是荆轲 对吧 B2 B2之后呢 在这个位置 B2 他是燕国 燕国对应起来之后呢 再往下找 姓名 姓名是谁 姓名还是Vlookup 当然了 这块 你也可以使用一个Vlookup 的签套 对吧 那么所谓这个E8 是怎么过来的 E8是怎么过来的 E8实际是 这个Vlookup 从B18 从B18 这个 转过来的 对吧 E18 这个东西 是从B18 转过来的 也就是这样 从B18 从这个范围里 转过来的 那么 这样可以查出来了 也是燕国 对吧 就是这个公式啊 咱们看一下 它实际是两层签套 第一层签套 查的是什么呢 查的是它的工作单位代码 第二层签套呢 查的是它的工作单位名称 是吧 是这样的 那么 是这样的 那么 下一个呢 下一个呢 是姓名 姓名还是 再练一下 等于Vlookup Vlookup 等于Vlookup 然后后边的参数 是什么呢 查找的值是 这个号 这个 这个公号 然后查找的范围 是这个范围 查找的是第几个呢 一二三 第三个 没错 查出来 查出信灵君 这信灵君是 4025啊 是025吗 他不是 他024对吧 那么还得加这个参数 加Force这个参数 有有有的时候 他就是需要精确匹配 哎 加上就更精确 复原问题 你就到公式本身去找问题 身份证号 哎 可以把它这个复制下来 把这公式啊 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之后 在这里粘贴 然后找的是第四列 对吧 身份证号出来了 性别 性别呢 那就得通过咱们 这个身份证号的查询公式 对吧 这个查询一下 他的这个18位的身份证号 或者是这个 这个 这个身份证号 他的某的值 对吧 某的值 那么某的值是多少呢 等于 然后是判断一下 首先判断一下 咱们就一口气喝成了啊 啊 判断一下他某的 某的什么呢 这个 这个 他的这个 里面的值 他先从左 他先从右边 取两位 然后从左边取一位 先从右边 就是right right函数 right函数 对谁取呢 对这个 对这个谁取呢 对这个 这样这样这样很容易乱啊 咱还不如一步一步 写写写清楚呢 首先 首先是什么呢 首先写最轻最简单的 这个身份证号 他等于什么呢 等于 呃 他判断那一位 那一位是什么呢 等于right 有的时候 口算是挺厉害的 但是你一次 要都算清楚 可能出错 呃 逗号二 逗号一 逗号二 就是取两位 对吧 就出现三三 出现三三之后呢 然后再从右边取一位 left 啊 这个数 然后再取一位 再取一位 取一位 取出来了 是三对吧 然后再进行冒的 就是取余运算 取余运算 取余运算是 取余是 对对二 取余 如果他等于零的话 是一种 如果他等于一的话 这就是一种 如果他等于零 说明他是一个女的 能够把二整出 对吧 他是一个女的 所以呢 这块呢 就是用一个函数是 女 对吧 义服函数 义服 义服这个满足的话 就是女 否则的话 就是男 对吧 就这样 这块写女 这块呢 写男 好 这样就可以 计算出来了 当然了 这个民族啊 民族你查一下 这表里有没有 没有 没有你就得手填 是吧 这个就是为了省事 年龄 年龄怎么算呢 这 再回忆一下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这个 首先要密的一下 是吧 密的一下 这个 这个从第七位 哎 这还得 呃 从第七 第七位 去四位 是吧 然后呢 再减去一个什么呢 减 再使用当前日期 一二 一二当前日期 这个闹 就去 今天的这个日期 再减去这个 对吧 啊 这是1973 1973减去这个 密的啊 这个 首先要有这个参数 要有哪个参数 要有这个参数 日期这个参数 好 确定 这是35 对吧 73年就是35 所以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 当然说有 有有的 他是 他是这个 这个15位身份证号 15位身份证号 怎么办 显示义服啊 义服 判断一下义服 啊 判断样的长度 愣 谁呢 这个 这个 第十九的长度 他是否等于18 如果等于18 就是用当前公式 如果 反之的 就是说不等于18 就是 就是15位身份证号 对吧 那么怎么办呢 再用他 这个 等一下 在这 在这写吧 在这 在这写 他就是取两位 加上一个19 呃 他就是 7位里面取两位 这个是 从第几位开始取呢 还是从第7位开始取 然后呢 是取两位 取两位实际是后 后两位 对吧 后后两位 后两位 然后还要减去一个谁呢 减去一个1900 这样才对 啊 比如说啊 比如说这个 呃 咱们现在用033 找 找出蒙田 蒙田 就是蒙田 蒙田 是 这这这性别是不对的啊 这性别 蒙田将军是男 男的 那么比如说改成腰 啊 这是男的 那么这个 秦朝 对吧 这对应 对应的 然后这个 他是这个呃 0113 63年出生的 63年出生的到今天可不是45岁吗 对吧 08年 63年 45岁 好 咱们这个呢 是包括这底下学历啊 什么什么 这这些东西都得手填了 就没法省事了 这是维路卡普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 这个模糊查找 模糊查找什么意思呢 嗯 咱们看一下吧 看一下 这有一个等级 从零啊 到 60 它是差 从60 到80呢 它是中 从 从80到90 它是凉 从90到 以上 90以上 那是优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块有不同的分数 是吧 不同的分数 我对应不同的级别 我也可以用 维路卡普函数 那怎么用呢 哎 还是维路卡普 维路卡普函数 那么这个维路卡普函数 查找的值是这个值 对吧 然后呢 查找的范围是这个范围 当然 呃 这个范围里面 逗号 它查找是第几项呢 第二列 哎 我向下一 一一一拖动 没有 这个它是 它是不对的 维路卡普少一K 是吧 维路卡普 好 它是差 刘备是差 这方向下一拖动呢 哎 有的对 有的不对 那么为什么有的对 有的不对呢 咱们看一下公式 不对的错在哪了 这一看错在哪了 绝对应用 相对应用错了 对吧 这个绿颜色的范围 它 它不是这个想象区间 那怎么办 给它刀住啊 F4 F4 或者你手工打这个刀刀鼠 给它刀住 这是不是就对了 啊 优啊 张飞同学是优 是吧 刘备同学是差 假如说 马超同学是凉 凉 那么 它不是马凉 是吧 80 80还是凉 79 79 它就是中了 假如说 它要是55呢 它就是差了 假如说 它要是99呢 它就是优了 那么 那么是不是这个对应关系就找到了 所以说 这个就是咱们的查找函数 这次咱们讲的呢 主要是V路卡普函数 当然 从这个垂直方向的是V路卡普 还有一个H路卡普 就在就在这个方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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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rizontal方向上 它 它们两个是对应的 咱们这次呢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下次讲这个引用 再见